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洲日报的沙巴新闻,今天是7月21日 首先来看一看封面和头条新闻 沙巴首席部长拿督哈芝芝诺表示 如果政局有变下一届周选可能会提前举行 他说虽然距离下届周选还有两年多 但沙巴民意党上下必须从现在开始投入备战工作 努力争取人民的支持 他指出尽早投入周选备战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不排除下届周选可能因为政治局势产生变化而提前到来 哈芝芝也是民意党主席 他前天出席该党苏拉曼区部的巴鲁巴鲁投票区联合支部大会时 这样表示 哈芝芝也是苏拉曼区州议员 他需请沙巴人民团结一致 继续支持由民意党主导的沙盟政府 并且希望人民在下届周选赋予沙盟更强大的委托 他也强调苏拉曼区是他的地盘 反对党领袖下届周选别来染指 来看下一则政治新闻 沙巴民同党主席拿督伊温贝尼迪强调 政党领袖在西马六州选举期间 不应以三二种族宗教及王室课题 捞取政治资本和选民支持 他说过于专注种族宗教及王室课题 只会加剧各族群之间的分歧 无助于推动国民团结和国家发展 他说以三二课题煽动人民 只会造成国家动荡和混乱 伊温也是联邦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 他昨天针对击打看守周务大臣拿督 斯里沙姆西发表冒犯雪州苏丹的言论风波 发表其看法 他认为沙姆西挑衅雪州苏丹是不可取的行为 煽动法令应当具备阻止一些特定议题 否则只会加剧国民的分歧 另一方面 也是沙巴及沙拉越特别理事会成员的 伊温贝尼迪透露 他在周二出席了 由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主持的 MA63技术委员会会议 会上讨论了把教育及卫生行政权利 下放于沙巴和沙拉越州政府的建议 他说 MA63纪委会已经同意 成立工作小组讨论这项建议 之后 由纪委会把结果带入 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主持的MA63执行委员会进行决定 换个焦点 沙巴工业及企业发展部长冯敬哲 在2023年企业白金奖沙巴推介会上指出 州政府积极推动沙巴企业贯彻环境 社会和治理体系ESG并鼓励开发再生能源 他坦言 沙巴90%能源依靠天然气 距离实现100%再生能源的目标仍然非常遥远 他说 未来5到10年 大马公路上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电动车 并改变现有的汽车市场结构 一旦电动车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估计有一半以上的传统修车厂将难以生存 他说其部门已经和相关单位协商 协助本地传统修车业转型 感谢您的收看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